家住电动火车甲动铁路旁的林全义宣称 一群异议男子平时都会聚集在轨道附近喝酒喧闹 大约晚上11点左右才会离开 没想到上个星期噪音持续到凌晨10分 因此事主上前交涉 要求对方降低声量 没想到就这样动手了 眼看对方发狠 事主一边找东西滋味一边逃跑 不料原本只有7亿人的印尼男子 竟然揪了同党来 整转20人围着他 还用八冷刀架着他的景象 一直掌乖他 虽然事主的女儿及朋友上来解围 但同样落得被赏耳光 恶徒还威胁说要杀死事主全家 打马达里 惡徒无法无天追向警察 并打伤对方的手 执法大队事后逮捕 7名闹事者已协助调查 而患有心脏病的 事主头部和右手都被砍伤 本来以为恶梦告疑断落 没想到受害人的裸里隔天被报警 没有落网的恶徒同党还跟踪他 导致受害者一家人提心吊胆 事发后整整两天赞助亲戚家 到现在还身居检出 担心被埋伏 警方今天向民政党投诉局法律顾问 麦家强证实 所有落网的嫌犯已经获释 但他质疑为何警方在查案过程中 没有向证人和受害者录取口供 就放人 同时不瞒警方 从援引刑事法典第148条文 从持武器进行暴乱的角度调查案件 民政党全国公共服务及投诉部 江志涵显都警局周警长和全国警察总长 以更详细的刑事条文 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同时敦促警方加强巡逻 以免当地居民担惊受怕过日子 法都空间邓颖会吉隆坡报导